OK,第一个的话就是输出公式 那输出公式的话呢 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有讲到这个类似的 那只是说因为这边有两个栏位 如果有两个栏位的话 那该怎么样输出 那你会发现这个有一个栏位是MID 那这个比较简单,区的部分 那里面的话呢,牵涉到一个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G2 下一个就G3 那这个的话公式就比较冗长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希望可以把这个用VBA做输出的话 那该怎么做程式的撰写 也就是说呢,我希望这个地方做三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的话就是入接到底线公式 清除跟入接到 假设这三个按钮的名称 那首先的话呢 以后呢,如果你要撰写VBA的话 马上尽量呢,你就有固定SOP 以第一开翻人员里面的VBA 所以第一步 点击这个VBA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这边刚刚已经把那个公式先 这个程式写在这里 那理论上如果要把这个公式拿掉的话 当然你这边可以移除模组 假设啦,我这边的话 重新再来过的话 那我就假设打开来 理论上应该是长目前这样的状态 那如果呢,我要写VBA程式的话 记得按右键 插入模组 那记得是从这边 右边的部分撰写 你要的程度 将来的话 如果我要产生一个按钮 叫入接到底线公式的话 那我就特别注意 前面这个两边如果要Match的话 记得就是说 这边的话呢,名称 叫入接到底线公式 所以呢,我这边的名称呢 那我就把它取名叫Sub 特别注意,开头一定要叫Sub开头 空一格 把后面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按钮的名称 然后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把公式丢到这边来执行的话 那前面有讲过 几个SOP 1,先写For回圈 For I等于第几列呢? 第二列 到第几列呢? 当然如果你用这边看的话 你可以Ctrl向下 这边停在3170 可是呢,问题来了 如果你将来 你这边输入3170 Enter两下 打个Next 假设你这个范围 确定固定是这个位置OK 可是如果将来呢 这个位置会变动的话 那我建议你就需要把这个范围 改成追踪的方式 那追踪的方式 这个还蛮重要的 以后的话通常会在2后面 把这个后面的这个数字 改成用追踪的方式 那怎么追踪? 一般的习惯是 有点像是我们Ctrl向上 Ctrl向下 Ctrl向上的话呢 它会追踪到这个范围的最上 Ctrl向下的话呢 它会帮我追踪到连续范围的最下面列 不过强调这个是连续 也就是中间不能有空白的资料 如果空白之后它就停下来了 OK 然后Ctrl向右 就移到这个范围的最右边 Ctrl向左 那就移到这个范围的最左边 那如果我要向下追踪的话 你可以怎样 1 先告诉它说 你要从哪个储存格开始追踪 那我们就哪个储存格 A1好了 那你除了可以用Sales之外 固定范围一般习惯用Range Range的话指的就是范围或储存格 那如果是固定A1的话 那请你在这边给它一个A1的名称 一个文字就可以 那这样的写法会比用Sales来的简单 因为Sales你也可以写成Sales 逗点第一列的A栏 可是其实相调之相Range 会比较好表现 再来的话点 点 意思就是如果我要类似像刚刚Ctrl向下的话 那我是这边打个END 有点像按下Ctrl键 Ctrl键按下去之后的话 那会跟它讲说哪个方向 刮弧 这个时候END 刮弧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边会跳出说你要追踪的是向上还是向下 还是向左向右 那这边的话我要向下 所以AXL DOWN 我是建议 这个可以自己打 可以用选的 因为之前很多同学 自己打都打错 OK AXL DOWN 后刮弧 意思就是帮我从这边向下追踪 Ctrl向下 有点像这样 Ctrl向下 那我需要的资料是把目前的列的数字帮我带回来 所以记得后面再加一个点 点RAW 什么意思呢 RAW的话是列 意思就是说帮我把这个资料 各位可以看到一只手拿着一个资料 意思说把这个资料帮我从这边 复制到这边来 那也就是说这边如果下一次追踪的话 是3170 那就3170 如果向下追踪又多了 它就会自动去调整 可是如果少的话 它就会自动调 这也是一样会 所以用这个方式的话 好处就是说 它会跟着目前的范围去做改变 那如果说你用刚刚3170的话 那如果你改了 它就不会跟着改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范围确定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呢 我要丢公式 还记得吧 丢公式的方法 因为我们之前只有一栏 那现在有两栏怎么做 一样吧 Sales 刮弧哪一栏 第I栏 的哪一栏 E栏 OK 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两个 OK 然后另外一栏的话呢 那就F栏 所以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改成F 这边改F 好 其实这样的写法就清除 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清楚 那我可以直接再把这个Sub 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这边其实就清除 OK 这边先把清除先做出好了 那这里面的话 这个双引号 这个双引号 里面就放什么 放这个里面的公式 所以这个公式 把它直接复制 取消 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记得贴上 那还要再做一件事 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G2的2 改成i 那改的方法 我前面讲过 就是先切 把字串切开来 变两个字串 移到中间 加n 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加个i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那个 串接i的动作 那如果我现在执行 这个敌述的话 它会只执行 1栏的部分 那F栏怎么办 也一样嘛 当然F栏比较复杂,如果你要贴的话 可能就没有1栏这么简单 主要就是说,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双引号 我讲过,如果你要把双引号把它贴到VBA当公式的话 记得要把这一个变两个 所以1,请你把这个公式复制 2,贴到记事本里面,所以我这边打开记事本 然后利用那个取代的方法 只要不要做错,基本上应该不太会有问题 一个双引号变两个双引号全部取代 再来的话就把这个公式复制贴到哪里呢? 贴到刚刚的双引号里面,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现在这样没办法贴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的游标还在这里 所以记得取消 再切到VBA把它贴上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完成一个双引号 改两个双引号的问题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 因为这边G2的2,这个2,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10个 底下一样嘛,点下去就知道了 这有10个,G2要变成G3 也就是说其实后面这个字要把它改成我们I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G2的2 那改成I,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刚刚有讲过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AND再移到中间,加一个I OK,那一样了吧 这个AND前后空 但如果你每次都要这样做的话 变成你要做10次 所以其实比较快的方法 我教各位一个简单一点的方法 就是说如果你要让那个就是刚刚做的事情 快速的完成 可能你当然除了重做之外 你可以把刚刚做的这个算号到算号的这个范围的资料把它复制 再来的话呢就直接G2后面的2把它贴 2盖过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一个 只是说呢 这个要非常小心 只要一点点做错 就会造成这个后面那个程式要执行发生错误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用贴的 这边把它再贴 这个要很小心 那公式很长一串 所以这个贴的话 记得就是要慢慢让它向右移动 向右移动再把它贴 这个非常容易做错 所以这个宁可做慢一点没关系 然后把这个G2 只要看到G2 就把它改成刚刚那一串 那当然如果你担心做错的话 其实还有个方法 就是你干脆也可以用取代的 比如说你可以把G2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复制 然后编辑一样取代 G2的2 改成什么呢? 改成G 这边后面的话 算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A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AND前后一样空开 这样也可以啦 就是G2改成这样子 那全部取代 也就是说在这边可以做两次 一是什么? 一个双引号变两个双引号 第二个的话呢 把G2改成这个 全部取代 也就做两次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一串公式直接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就可以了 记得原来是这样 两个双引号 把它贴到这个中间来 好 理论上这样子 就不会出错啦 OK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就可以来看结果了 那再来就是 把这个做清除 清除我刚刚做完 清除就是 它一个一个清 把这个范围的 储存格通通清掉 但是这种清除有个缺点 就是它效率有点慢 因为它是一个个清 然后再来就输出 一个一个的把公式 再把它填上去 OK 那就大功告成了 那其实 当然点进去的话 可以看到里面都公式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这个部分的话呢 一样在云端白板上面 我有把刚刚做完的公式 放在第五页的地方 这个是清除 刚刚最重要就是说 回圈后面这个范围 有一个加向下追踪的写法 这个蛮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说 你的那个程式 假如说不是用追踪的话 那你的资料如果变动 那很麻烦 每次都要改程式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这个部分 呢